回到新聞現場來關心國際焦點 就在美國總統大選倒數不到兩個月之際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前美國總統川普 15號差一點又遭到了槍擊震驚各界 而現在川普的最新訪問出爐了 這是他在第二次槍擊事件之後 首度發生 美國當地時間15號下午1點30分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前美國總統川普 險些遭到槍擊 川普16號接受媒體採訪描述當時情況 當時與川普一起打球的美國佛州豪宅房地產開發商威科夫 也向媒體還原當時情景 稱讚特勤人員勇敢保護川普 威科夫表示川普在事後逐一與每一位特勤人員握手 大力表達感謝 目前警方也公布嫌犯勞斯被捕食的畫面 另外華爾街日報報導 2019年美國聯邦調查局就曾接獲線報 表示勞斯雖然是重犯 但仍持有槍支 新桃人亞太電視王冠林 張其林綜合報導 最新的檢禮 最新的檢查局 全球選擇 更新的檢查